從頭到尾全部跑完 那這個地方我們會需要一個回圈 就是for i 等於4到103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在4到103裡面去做變化 所以那個i是一個變數 所謂的變數就是它 它隨時會放新的資料進去 下一個 那底下一定會有個NAS NAS指的是下一個的意思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 當然不用 大概知道一下 那等一下打 我會打一遍給各位看 那打的位置也非常重要 還有呢 每一次上課我會幫各位錄下來 而且我很貼心的幫你貼到portal裡面 然後呢 你只要找到 我想你這邊會貼 然後呢 我會把它貼到YouTube上去 所以上個禮拜的課程 包含第一次 第二次 還有未來的第三次 第四次 每一次都會貼到這邊 那你只要很簡單 你點擊進去嘛 我想看YouTube應該沒有人不會啦 那裡面的話 你也不需要從頭到尾看 反正你就跳到你覺得不會的地方 再看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記得要點贊 沒有 這個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我開玩笑的 不要說老師強迫你 另外的話 如果你實在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可以留言 但是你要告訴我 你的問題在幾分幾秒的位置上面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老師會有問題 然後講了一堆 結果我還是莫名其妙 你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你的問題幾分幾秒 你告訴我一下 也許我會比較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的習慣是我會馬上回應 因為現在手機都會連結 所以同學馬上有跳問題 我手機如果我不是在開車 或者不是在上課的話 那我會做一些回應 那這樣的學習 我覺得應該會更全面 而且對各位來說也方便 對我來說 我覺得也可以利用我空檔時間回覆一下 當然也是好方法 那至於你們回去有沒有看 其實我大概會看 觀看次數 因為我剛剛提了 所以次數是零 那當然你們 這也是大數據分析的一種 了解大家有沒有認真學習 所以這部分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我們portal裡面的最新消息 這邊有一個連結 應該都找得到吧 然後還有一些懶人包 我以前上過課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在做一些延伸性的學習 其實你要真的把這東西學好並不困難 最重要是你要真的有心 那我覺得 無論是人文學院的 文學院的同學 不見得說你只 能夠劃定制限 你只只需要學那 我覺得你反而更需要工具 因為中國文化這麼多 這麼多經典 你說真的 窮集一輩子 你也 不可能全部把它看完 更不要說做研究 我後來才發現 這感覺有點像誇復追日 永遠追不完 所以為什麼我會使用工具 而且使用的甚至比別人更熟練 因為我可以利用這些工具去解決很多以前人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可以快速找到我想要找到的資料 那為什麼 因為可以利用工具 這個工具實在太棒了 那只是說大部分人要學習 當然還是需要很多的時間 那個實際上就是一個工具 工具跟內涵其實不能夠畫上等號 文學素養跟你會使用技能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技術人員跟有學問的人其實是不能畫上等號的 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提一個用 我想這個兩者之間並沒有絕對的關係 但是你不能說你只是會有文學內涵 很有氣質 但是什麼都不會 生活在現實的生活裡面是一個生活白痴 那除了你自己的東西領域之外 其他完全不了解 當然不行 我覺得反而應該你要知道更多 比如說到底工業革命帶來的哪些衝擊 這是人的問題 因為一個革命對於人也會影響很多 那這些問題我覺得也是需要去了解 而不是只是好像只是知道你現在知道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第一個 這個五就不用了 原來這一行 第二的話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工字太長了 所以當然如果你沒有把字變成大的話 我現在應該撰寫風格把它變成14號字 所以會有字太長的問題 當然你如果把它改成12號字就沒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說因為避免那個眼睛受傷害 所以還是建議字上放大一點 可是就是字怎麼樣 字會有太長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我習慣會在這個end的符號的後面這個空白 如果再加一個 直接按enter會怎麼樣 它會不行 你不能直接把程式分成兩行 除非呢 你要記得有個規則就是 這邊加一個底線 enter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變成同一行 前提是這個底線 那這個底線習慣是會在end符號的後面空白 加一個底線 這個是第一個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呢 這個列號剛剛是只有4 那你如果總共103嘛 那你不可能說你複製貼上 一直貼到103 所以你需要什麼一個重複執行的一個功能 那在VBA裡面必須要用for 那它的敘述其實有點像跟那個Excel對話 跟他講說 你幫我從那個forI I值的是一個變數 這個I裡面可以幫我放什麼 4到103 那它就會自動幫我怎麼樣呢 把4到103呢 全部放 全部變化 那所以你就再把這一行怎麼樣 搬到這個中間來 那記得縮排一下 什麼叫縮排 因為for跟ness它是外面一接 所以裡面這個請你按一個TAB鍵 讓它縮排 讓它有一個有沒有 階層的概念 subfor在一個裡面的程式 那不過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還是會跳第4 可是如果你要跳4到103的話 請記得 只要做一個動作 請你把裡面的那個4的部分怎麼樣 對 所以你看我還沒講就懂了 其實很多東西並不需要背 因為其實很多是可以直覺的就知道 不過你要改對喔 你不要少改一個也不行 因為如果你少改一個的話呢 它就會漏掉啦 OK好 那把這個改一下 那它就會怎麼樣 先跑4 ness之後呢 就加1 就變5 再換下一個有沒有 5 再換下一個 6 這樣跑的流程應該知道吧 所以接下來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這個都清掉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 直接一樣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的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按下什麼呢 上面一個直行 應該 剛剛同學應該有找到 我都做了動作 因為我有時候 這細節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按一下它喔 會不會全部跑呢 試一下 全跑了 OK 再來的話 我還需要一個功能 叫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比較快 其實很簡單 把門號這個 按Ctrl鍵 複製一下 名稱改一下 叫什麼 叫清除好了 那只是說 清除怎麼清 等號裡面本來是放這些 對不對 請你放空的 空字串還記得吧 以色列裡面不是有做過嗎 兩個什麼 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就是空字串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怎麼樣 每一個出神歌裡面丟什麼 丟空的 所以呢 意思就是清除 有沒有 清除了 門號 清除 好 今天大概 這個做完我想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那最後呢 記得 再增加兩個按鈕就好了 按鈕還記得吧 插入怎麼樣 這個按鈕 然後拉一下 這邊就有門號了 其實錄製聚集 跟自己撰寫 的VBA 他會放在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門號兩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這邊一樣 把這個名稱給貼上 然後這邊一個之後 再複製一個 貼一個 這邊的話呢 就是指定這個是清除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然後門號 多一個1啦 沒關係 清楚 請你注意一下 今天的練習 把它另存新檔 因為 今天的練習檔 又跟上個禮拜不一樣 所以請你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也許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什麼 刮虎好了 刮虎你就打一個2017 今天日期0928 然後呢 有別於之前的那個練習檔 那今天主要呢 就是練習兩個重點 第一個 錄製聚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BA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 就是兩個啦 一個是聚集 一個是VBA 一個聚集一個VBA OK 這兩個 把它存起來 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那個作業 一樣 把它存好 然後呢 請你把這個檔案 另存新檔 刮虎後面加上今天日期 2017 9月28